拜选隔天立法人蔡思英与夫人坐上竞选宣传车 持续进行卸票行程 蔡思英表示金融市民已经做出选择 接下来他会继续做好立委工作 协助新的金融市政府与中央沟通协调 思英在立法委任内长期做了两大工作 除了在立法院的认真问证 所以获得多次的公渡盟比较优秀立委之外 我另外一个重大工作就是来协助金融市政府 我想金融市政府不论是过去的邱昌市长 或者会来的谢市长 对我来讲都是我们金融市民选出来的 那我当然会来协助我们的金融市政府 来帮中央来沟通协调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毕竟我们市民已经用选票 来选出新的我们的市政府 那思英一定会在这个部分扮演好角色 那我相信市政府的需要 市政府的需求就是蔡思英的需要 就是蔡思英的需求 我在这个部分绝对跟市政府会站在一起 至于在竞选期间提出的1200元 首都通证件是否继续推动 蔡思英强调这是金融市政府的全责 包含电动机车政策在内 他都尊重新市长的看法 因为我的对手谢国良谢先生 他好像不是认同这个政策 所以我想因为至少他在选战过程中 他提的观点跟我的主张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以他的政策为主 因为毕竟这个还是落实到地方的需求 那谢国良谢市长 他提的是Gogoro的政策 我觉得我们就是应该要把预算跟经费 发在这个地方来努力来协助 那我觉得这才是 因为这已经是市民做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没有什么蔡思英说 哪一个政策比较好的空间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还 因为这都涉及到市融市政府 也有预算编列的问题啦 所以我觉得重要的还是说在于 谢市长他已经讲很清楚 他的公共政策的优先是要推动 基隆市民有Gogoro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是以这个角度 来尽量的来协助基隆市政府 蔡思英强调选举已经结束 现阶段最重要的是 应该是大家一起努力建设基隆 因此他会尽全力做好立委该做的工作 协助基隆市政府 让基隆市持续往前迈进 记者张启辰基隆报导